各位朋友大家好 很高兴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次的影片呢 就是我们要来就是把这个 Song HGA鉴定的步骤 给他完成 那我们上次讲到这个第四个步骤 那我们现在就是进入第五个步骤 当你就是确认过你的住址 在第四步骤确认过你的卡片 你的住址之后 你按下去左下角的地方 就是Continue就是继续的地方 你会到第五个步骤 那第五个步骤就是要让你确认 HGA就是要叫你确认你的信用卡资料 还有你的卡片 然后因为我们上次是 那个填入了两张卡 那分别是60天的服务 服务天数嘛 那所以一张卡片的话 他的收费是20块钱 那所以两张卡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有没有就40块 然后 这个Return Shipping 就是说他回邮 到底的邮资到底是多少钱 那他会在这个鉴定完之后 然后会跟你说 说他们这个回邮到底是多少钱 然后再由 从你的信用卡扣款 所以现在付款的话 现在付款的话 是只有你的这个鉴定卡 的费用 就比如说你送两张 分别是60天的 那两张的话就是40块 他今天你如果付款的话 你现在付款的话 他就是扣 从你的信用卡扣款40块 他不会扣这个运费等等的 其他收费 那运费的话 就是到他鉴定完之后 送出他会给你一张 他会寄到你的那个 他会通知到你的电子邮件 就是email里面 下面就是叫你填写你的这个 credit 或者debit card 就是说你的信用卡 那你卡号的话 就是把你的卡号打上去 然后右边的话 右边的话就是你的卡号的这个 expired day 就是说到什么时候到期 这是你自己就看一下你的信用卡 等等 然后当所有你确认没有错的话 你左边这边就是要把它打钩 就是你了解 然后你同意HGA 他从你的信用卡扣款 然后还有就是下面这个就是 你已经读过他们的条款 了解他们这个这个整个鉴定的过程 然后最后一个阶段就是说 在中间 右边的中间这边有一个 place order and pay $40 你就把它按下去 你现在HGA就是 就会给你扣款 那整个基本上整个这个自己 自己送卡片这个填单的过程 就大概是这样 那就已经完成了 那现在是 但是 因为我这个只是范例 所以我 我 我不会按下去 然后按下去 我要扣 他就 扣款 对不对 或者是说按下去 他发现是错误的 还是怎么样 这 这就会比较麻烦 但是基本上过程是这样 来 当我们这个付款之后 你就会看到 类似像我这个萤幕上面 这个 这个萤幕的内容 然后 他 HGA 会给你一个就是 Order Number 就是你的订单的这个号码 Order Number 那在这个页面上面 Order Number 是 在左边 左边中间这里 有没有 他写一个Order Number 是几号几号几号 那同样的 你付款之后 他会给你一个订单的号码 那 以后有什么事情 是关于 你送的 卡片的话 你想要跟HGA联络的话 就是照这个Order Number 订单号码去询问 你就是给他你的号码 11111222 这样 等等 那在右手边这里 就是有一个印表机的这个 这个图案 他这个图案就是说 叫你把这个 这个图案内容 列印出来 它写Print Park and Step 那你就把它点进去 点进去之后 它会出现一个 一份这个表单 让你列印 那表单的内容 表单里面 就会有这个 你的订单的条码 订单的条码就是在 你这个页面的左上方 有个条码 然后下面呢 就会有你的这个姓名 你的个人资料等等 你的姓名住址 就是说 shipping from 就是这个东西从哪里来的 然后shipping to 就是你这个东西 准备要寄到HGA 它就是给你HGA 它的这个 它的柱子 就是寄到它的柱子 那 我另外会把它的电话 再打上去 所以到时候你要寄出你的包裹的时候 你可以把它住 电话就写在包裹上面 那基本上 基本上 当你要寄出你的卡片的时候 你这个列印下来的表单 一定要跟你的卡一起寄出 就是类似像 如果你要自己寄这个Bagget 做BGS的鉴定的时候 它也是先叫你填单 对不对 那填单填完之后 你把那个单列印下来 然后跟你的卡片一起寄出 这是同样的 同样的道理 然后这点是 比较重要的 你不要把 就是只有寄你的 寄你的卡片出去 但是你当没有寄的话 那你到时候还是要跟HGA 联络一下说 你的那个表单忘了寄怎么样 这个后续 如果真的有碰到了 那 那再来处理 但是在那之前 就是两件事 这个单子 跟你的卡 要一定 要一并寄出 要一起寄这样 好 那这次的影片 就做到这 那如果说有什么问题的话 或者是 有什么ID的话 你随时欢迎 在我这个影片下面留言 那谢谢大家收看 那我们下次再见